暗夜中大量车潮不断涌入 游客真相造访的是澳洲知名景点爱尔斯岩 不知陡坡上密密麻麻都是人 排队等攀登的游客更是一路绵延 仿佛看不到尽头 这全是因为当地政府颁布的禁扒令 将在10月26号生效 为了不想留下遗憾 不论是外国观光客或是没来过的澳洲人 全都蜂拥而至 只是碰上当地高温达设施38度 早上8点后禁止攀爬 因此游客只好清晨就来排队 或是直接在爱尔斯岩旁扎营过夜 最常有超过千年历史的爱尔斯岩 又称作乌鲁鲁 高348公尺 是全世界最大的单体岩石 也是联合国名列的世界文化遗产 其中他们因着日夜与天气变化 换上不同颜色的衣装 被认为是最大特色 不过每年吸引30多万游客到访 对当地原住民来说 却是另一种困扰 圣地被游客攀爬成了一种亵游 加上巨岩陡峭 攀登危险度高 多次传出游客 坠谷意外 但包含澳洲女星尼可基曼 曾在爱尔斯岩拍摄时尚杂志封面 另外英国王室威廉凯特夫妇 戴安娜王妃与查尔斯王储 都曾到法 就连日本电影在世界中心呼喊爱 也在这里取景 名人电影加持 带来援朝却也带来破坏 迫使当局寄出禁令 围者将被处以630澳元 约台币1万2的罚款 甚至被起诉 不过国家公园并不担心 这会影响收入 他们相信当地文化 以及周边度假景点 依然能吸引观光客上门 记者组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